欢迎您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 屏东这一名派出所所长 他发现有一间网牌仓库 女员工的丈夫有毒品千颗 有想到他直接到仓库去找老板 要求应该要把这名女员工辞退 还语代威胁地说 如果不辞退要天天来站刚 让你没生意 哇 这监视器画面曝了光 引发舆论的大法 这名所长也因为言辞不当 被记了深切一次 派出所所长踏进网牌仓库 就与带威胁 要老板不准聘请女员工 否则就要天天来站刚 你跟车一种 所长直接点名 还跟老板说不辞退就要来乱 屏东方寮这间网牌仓库 位于台一线车祸热点 远警常会来调阅监视器画面 所长却因为员工的先生 有毒品千颗 牵托女员工 女员工丈夫气愤表示绝对提告 分局也因为所长言辞不当 继审解一次 为了防治毒品 用威胁恐吓语调上门劝说 恐怕让人无法接受 记者张春话罗菜摇 评论报道 台北市南港昨天发生了情杀案 凶贤当街横砍前女友 那么事实上三天之前 女子刚刚拿到了保护令 但没有想到还是无法保护自己 而当时出现了一名正义哥 短短五秒之内 他连续向嫌犯丢东西 还两度挥散挡刀 嫌犯抬头错愕的瞬间 让浑身是血的被害人 抓住了机会逃跑 这奋不顾身的一曲 受到网友们狂赞 恒星当街追砍前 女友陈信嫌犯被移送时 不断东张西望 看起来死后没有回忆 就连在派出所内 都不肯配合征讯 一字不谈 还找来律师想替自己辩驳 回到恐怖案发当下 诚信嫌犯不满 提附和凿锯齿 开闪刀怒砍前女友 手上开闪刀拿了旧桶 直接一旁白衬衫的正义哥 看到嫌犯疯狂回忆到瞬间 先向嫌犯抛制物品 杀红烟的嫌犯似后不理会 正义哥当即立断 以极见方式拿伞挥刺过去 嫌犯抬头愣了一下 正义哥再度进击 往前突刺 就在这一秒 浑身带血的被害女子 从刀下余生奋力爬了起来 大声呼救 狂逃到对接豆浆店球员 直接建议有为的民众 有人拿椅子 又有人拿伞跟着追上 阻挡嫌犯 之前是护理师 所以我想说 我应该就是可以帮一点忙 就一直说哪里痛哪里痛 就是进去帮忙看一下女生 她是手腕腹部有伤 回想整个过程 还心有余悸 路过的前护理师 当时热心协助报案 并照看受害女子伤势 而被害人身中夺刀 至今还在医院久治 女方不堪嫌犯跟踪骚扰 不只换了工作 也对她提高过 甚至三天前才获合法保护力 没想到恐怖情人不放过 当劫持到追杀 想夺命 幸好担任保险顾问的 正义哥挺身而出 和一群健毅勇为的民众奋力阻止 才在惊悚的砍杀中保住一命 解业为您张贝子采访的 三名台南帮派分子 在柬埔寨的豪华公寓 遭到行刑式枪杀 原本传出说是大陆黑帮下手 但是当地警方 现在调查认为 说三个人是为了抢女人 才会互相残杀 是当中一人枪杀 另外两人之后寻短 但这样的说法 他们的舅舅并不相信 认为三个人感情很好 没吵过架 而开枪者的惯用手也不对 而台南的另外一名男子 这是出国说要去见女网友 结果被带到了缅甸的KK园区 他亲眼目睹业绩比较差的人 不但会被电击被关水牢 甚至是被带到了公海监禁活摘器官 柬埔寨金边豪华公寓内 三名台湾帮派分子头身体被连开多枪惨死 人们最初怀疑是大陆黑帮 抢地盘下死手 经过一天案情大逆转 竟然是好友三人相互残杀 根据柬埔寨警方调查 小林和小陈小叶 因为强女人爆发争执 小许先下楼 小林竟然掏出枪 射杀小陈和小叶 在自己寻短好友相残 直到小许返回公寓发现才报警 死者阿姑完全不信 还说有人警告要他闭嘴 同样在台南 这位被害人则是幸运逃回台湾 26岁小陈 他8月初认识一名女网友 相约泰国曼谷见面 却被带到缅甸KK园区 但小陈家人已经报警 他顺利被释放 22号打击返台 但人蛇集团却不甘心 犯话机场赌人 索扫30万赎金 诈骗集团有一套训练课程 取网络假名后 模拟考试用三个礼拜 满月就能上工 但他亲眼目睹 有人业绩太差或是偷拍照 被电极棒殴打 关水牢导致精神崩溃 甚至带去公海监禁活摘器官 天上掉下来的甜蜜恋情 小心可能是人蛇的爱情陷阱 记者来关张 王书宏台南报道 草屯康建生计公司四死一重伤血案 南投地检署侦查终结 指出枪手李鸿冤 他在不到30分钟之内 近距离射杀了5个人 而且是枪击头部 手段凶残 泯灭人性 甚至说出一人一枪 没让他们痛苦这样冷血的言论 丝毫没有回忆 警察官侦查终结 依照杀人罪将他起诉 并且向法院求处死刑 地瓜叶好吃又便宜 但你以为你吃到的是地瓜发芽 长出来的叶子吗 答案是此地瓜非彼地瓜 原来是不同种类的植物 常见的地瓜叶叫做叶用甘薯 那么事实上呢 它就是只长叶子和饼 是不长地瓜的 因此口感是特别的鲜嫩 而如果呢 地瓜放到发芽之后 长出来的这种地瓜叶 虽然也可以吃 但是纤维比较粗 因此口感不佳 不少民众听了 几乎活了这么大 到现在才知道 蒜头爆香炒地瓜叶 香喷喷好下饭又营养满点 除了能炒 也可以直接汆烫 一样美味 但很多人吃了好几十年的地瓜叶 却不值来源 都以为 那个地瓜 然后它发芽 就是地瓜叶 地瓜长叶子出来吧 是吗 没想到答案出炉 我们买的吃的地瓜叶 居然不是地瓜 长出来的 其实它底下没有地瓜 它只有根而已 不少人听了都惊讶 怎么这么想 跟我想的不一样 猜犯说 常见的地瓜叶 叶片是新型的 口感较嫩 只长叶和饼 不长地瓜 插进土壤就能生长 而一般地瓜 虽然也会发芽长叶 但叶片较尖 纤维较粗 地瓜叶的身世 不仅许多台湾人 每天吃却不知道 也经常让住在台湾的外国人 不洒洒搞不清 说到底 这两种地瓜叶 只是品种不同 有改良跟没改良的差异 揭开谜底 刷新观念 但也有人不在意 管它怎么来的 好吃最重要啦 记者刘云兵王世涵 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